亚加达亚运会 这九个国家是孟加拉国 布丹 文莱 马尔代夫 阿曼 巴勒斯坦 斯里兰卡 东帝文和也门 这其中文莱代表团参赛人数最少 只有15人 他们参加了举重 田径 马术 高尔夫 空手道 班卡苏拉和武术的项目的比赛 其次是布丹代表团 24人 参加了高尔夫 射箭 跆拳道和拳击项目的角逐 接下来是战乱国家野门 他们派了37名运动员 参加了田径 刷胶 柔道 空手道等10个项目的比赛 同样饱受战定之苦的小国巴勒斯坦派了46人 参加了举重 田径 沙滩排球 刷胶 跟柔道等12个项目的比赛 阿曼同样派了46人 参加了举重 田径 区困球 射击等8个项目的角逐 接下来印尼的邻居东地问派了67名选手 参加了举重 田径 沙滩 射击 班卡苏拉 游泳等13个项目的比赛 马尔代夫派出了116名运动员 参加了射箭 篮球 排球 沙滩 羽毛球 足球等10个项目的比赛 孟加拉国的代表团人数为117人 他们参加了举重 田径 高尔夫 摔跤 卡巴迪 射击 足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 最后一个斯里兰卡 也是最令人意外的一个 他们派出了172名运动员 参加了前进 排球 篮球 羽毛球 曲棍球 体操 排拳道 乒乓球等27个项目的比赛 最终歌力无收 斯里兰卡在上届人传亚运会 有一金一同入掌 他们的短跑项目曾经出现过贾亚新格这样的名将 曾经在市井赛赫奥运会 获得过200米铜牌的骄人战绩 在亚洲更是屡获殊荣 而现在整个国家在亚运会上都拿不到一块奖牌 令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 深陷战争八年之久 德国在雪利亚 在本次亚运会上获得一枚铜牌 来自Eddie Night Go 他在男子跳高这个项目 上与日本选手 以良尼24的成绩并列铜牌 冠军是中国选手王宇 成绩是2米30 Eddie Night Go 黑猫